剛剛特別注意,先把第二選起來,按SHIP鍵 就是先定義名稱 按SHIP鍵,然後給它一個名稱 所以特別注意,先選頭跟尾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範圍 把這個範圍定義一個名稱 按Enter就可以了 那當然你之後可以配個F3 那怎麼知道這個名稱被正確定義 你可以切到公式 上面有個公式 就是什麼 裡面有個名稱管理員 也就是說你定義好的名稱 這個名稱都會跑到這邊來 所以你可以按一下那個名稱管理員 這邊應該有兩個,一個是開獎101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名稱的話 就是對應到什麼 下面這個範圍 當然之前有同學有發生錯誤 就是說你上面的名稱對應的是錯誤範圍 錯誤範圍結果都是錯誤的結果 所以即便你的公式怎麼樣寫 都會出錯 都會出錯 所以如果你剛剛發覺 其外什麼公式沒錯 但問題結果就出錯 那你可能要檢查一下 這邊的名稱是否定義錯誤 OK 這個地方 然後開獎102也是一樣 有沒有 這個名稱檢查一下 如果不OK你可以把它刪除 重新再來一次 OK 然後這個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統計分析裡面 我們就可以利用超環數裡面的count if 那這裡的話 這個地方就可以用打的 開獎101 或者你可以 按F3 它會跳出來 有沒有 你就直接點它 就過來了 那這個感覺其實比較像資料庫 其實資料庫有點關聯 關聯式資料庫 有點類似像這樣的概念 然後呢對應到你要查的條件 1號出現的次數 那我們再把次數除以什麼 它總total 那個開獎101裡面有幾個號碼 那得到機率之後的話 再利用那個格式裡面的這個 分數先捲到這一邊 再制定補兩個0就可以了 這樣按確定就可以了 就是1萬次裡面出現幾次 當然你也可以用小數點 只是說小數點的缺點 當然閱讀性就沒有像這個這麼高 因為我們主要是希望 大概統計一下 1萬次裡面 的次數 這樣看會比較清楚 按確定 那再來這邊的 這邊的公式你可以複製過來改 然後呢 再來這個格式怎麼把它複製 這邊有個複製格式 接過來就可以了 然後兩個相加 最後的話 排名 那哪一個機率最高呢 其實這邊的話你可以再插入函數 一樣是統計類 裡面的話呢你可以算什麼 算合計裡面哪一個 最高最高的排第一名 以此類推 那我們可以用什麼 用R開頭的 有個叫RANK.EQ 的這個函數 這個是算排名的 RANK.EQ 然後呢 它基本上按確定之後 它會跟你要總共 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 你的 Number 你的成績在哪裡 我的成績在這裡 1萬次出現 451次 那第二個問題是 R.E.F. R.E.F. 就是其實 全名應該是 reference reference的話就是 那個參考的範圍在哪裡 意思是說 你的這個成績 0.0451這個 它在某個範圍裡面 比較一下 哪個範圍 這個合計 選的方式一樣 你可以點這邊 有沒有 然後底下怎麼選 要不要選到底 因為整個範圍 那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 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 這樣的話呢 它就幫你選到 這個範圍的最下面 我是建議你用 用快速鍵啦 但如果你不用快速鍵 另外一招就是說 你可以用剛剛的方法 先點選第二 再移到最下面 按Shift鍵 再點D43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只是說 待會還是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因為呢 我們排名的計算 還是需要向下填滿 所以向下填滿這個範圍 一定是固定的 因為比較的範圍 那會變動的 就是它核氣裡面的資料 所以呢 我們這個地方 可以在D2前面 加個錢的符號 然後D43的地方 加一個錢的符號 如果你不加的話 變成那個 向下填滿的時候 那個數字 會自動幫你加1 就是2會變3 然後43會變4 範圍就錯了 統計出來的範圍就不對 再來order的話 如果你沒有填的話 它就是D 如果0或省略的話 表示D錢 對 成績高的在上面 D在下面 那我們用這個好了 我就省略了 就不填任何資料 按確定就可以了 把它向下填滿 這樣的話 我就可以看出來 排名第一名的 機率最高的是這個 它1萬次有606次 OK 所以它機率是滿高的 總共34號 第一名 依次類推 第二名 第二名在這裡 604次 依次類推 所以這樣的話 排名部分 我就基本上統計出來了 不過 其實 最後的話 我當然是最好是希望說 因為我們將來去 假設啦 這個號碼裡面 我要找出前7名 可以當成 我將來要 這個什麼 去投入站 我要 下注的一個參考號碼 當然你如果這樣看 1號 有沒有 你就找 可是問題這個麻煩的地方 它其實1到7名是分散在這裡面的 所以如果我今天有個需求 我希望 把那個前7名 前7名 有沒有 然後呢 把這個資料 帶過來 最好是1234567 自動幫我把資料帶過來的話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當然了 你現在不是說用眼睛看的 其實如果用眼睛看的話 變成說 第一名 34 第二名 21 那實在是很麻煩 有沒有想什麼方法 可以把那個 1到 7名的資料 幫我列在這裡 不過 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好像如果用 以色列的函數 似乎 也做得出來 只是說 我是覺得有點麻煩 這裡的話 恐怕用VBA會比較簡單 至於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這個地方排名部分 先做出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是不是也下課了 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 再說 我們下課休息一下 先看 感谢观看